本月的叔叔可不可以叫我踢球 反政府计划 打上司 水之呼吸 还有和鬼一起自拍 看来本月的游戏相当丰富 搞到我都不知道要从哪一个游戏下手了 首先就是为了每年出而出的足球游戏 FIFA22啦 本次作品有着全新的技术 EA之前也表示 Hypermotion技术将会利用机器学习的方式 来让球员动作在游戏中变得更好更真实 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真的比较真实啦 但最起码 Ronato和Mercy的脸没有歪啦 我还是很喜欢FIFA的 我总是杀不杀我一个 乖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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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熟了11年的 Ramody Entertainment终于睡醒了 Alan Week时隔11年 终于推出了高清重制版啦 游戏在2010年面试后 许多玩家都非常喜欢这款游戏 多亏大家的支持 重制版才得以重见天日 玩法完全一模一样 就是在画质上得到了大大的进步 与其说睡醒 不如说半睡不醒 11年了 你不出续集反了 就只是重制版 这款18禁成人游戏 小编我对这个非常有兴趣的说 玩家将扮演一名在地狱的 魅魔 魅魔咧 你知道的吼 以地狱人称四脚暴力砍杀敌人 你还可以跟地狱俘虏做18禁的事情哦 嘿嘿嘿 只是你打击感有点怪 一脚替飞的敌人也显得非常plastic 这边如果做好一点的话 可能会是相当不错的 想必大家一定对Far Cry都不莫生啦 终于在这个月的7日上市了 游戏的玩法基本上没太大分别 玩家在游戏中可以使用武器射击敌人 偷袭甚至杀戮 但制作团队在这次的作品中 加入了大量爆炸性元素 那就让我们看看 是会把我们炸死 还是好玩的把敌人通通炸死 我们也推出了Far Cry 6的 买谋评测啦 你们可以去看哦 相信近期玩家都相当期待这一次的Bad for Blood啦 此作品也获得Steam的周销售排行第一名 本作添加了可以修改玩家血量、伤害、耐力的卡牌包 Roll Ride 来塑造不一样的游玩过程 这次也有着和Left for Death相似的PVP模式 可以让你和朋友相爱又相杀 这次厉害了 之前在动画大放一彩的鬼灭之刃也推出游戏了 而且还是小编喜爱的Cyber Connect 2开发的 鬼灭之刃火之神血潭的剧情将会从 探翅狼加入鬼杀队到无限列车篇 除了使用鬼杀队的人以外 之后还会免费更新使用鬼来进行战斗的 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这个人气大作呢? 让我们一起来 Mizu no Koku! 《偶像大师星耀季节》是《偶像大师》系列的家用机平台新作 玩家将在游戏中扮演从海外回归日本的 765 Production人才中介的制作人 为准备在斯大利西圣中进行竞争 玩家将成立一个特殊偶像部门 其中包括13名偶像少女 嘿嘿,有少女就有小编 又是一个对大家不陌生的IP啊 《仙剑旗下赚器》也即将在这个月上市啦 故事围绕《人神魔》 三足进行展开 在保证精彩演绎的同时 战斗系统也做出重大变革 采用第三人称的即时战斗模式 作战流程无缝衔接 为玩家带来爽快的战斗体验 看来又是一个可以做仙佳的游戏 《黑箱级》系列也是大家非常熟的IP 这一次的故事是2003年CIA的一支精略小队 准备突袭一座驻扎在伊拉克某座山脉附近的地下化学武器研究基地 但小队在抵达目标地点后被当地的武装巡逻队攻击了 激烈的战斗导致双方陷入了被埋葬的苏美娥神庙中 似乎有什么神秘的生物在那里 而且这次除了单人游玩以外 还可以双人一起进行故事游玩 自己当然是要拉着朋友一起玩啦 拉他一起怕好过自己一个人怕 Do you know what a birthright is,Peter? 来了,Guardian of the Galaxy将会带你来一场穿越宇宙的狂野之旅 你将和你的伙伴一起同心协力 阻止银河系彻底崩溃 使用元素枪接力攻击 碰气靴飞身体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偶尔也会发生各种有趣的事情 可是这个星爵好像和我电影看得不太一样哦 哦,原来这些人物设定是跟着漫画走的 难怪那么远熟 这款游戏以前就在PS2上有着相当不错的评价了 这次来到了次世代主机上 画质更加惊艳了 使用着老旧相机拍摄高薪画质的鬼魂 可以说是随时可以把你吓死的概念 本次作品有着拍照模式 让你可以和鬼魂拍出有趣又诡异的合照 然后就是大家最期待的人物服装啦 这个我就不多解释了 你只需要看就知道了 嘿嘿 超级机器人大战终于30周年了 超级机器人大战系列的作品 是把不同机器人的动漫作品齐聚一堂 与敌人战斗的模拟角色扮演游戏 本次作品也一样放入了大量的机器人 在进入战略模拟环节后 个别操作地图上配置的机器人来破坏敌人 Ubisoft发行的多人户外极限运动游戏 Rider Republic 戴上摩托、雪橇、滑雪板或是滑翔衣 在极限国度这个开放的运动天堂 尽情奔驰吧 玩家可以参加圣诞的开赛活动 开创自己的职业起手生涯 或是与朋友好好放松 在公园里自由长翔 OK 以上就是十月份值得推荐的游戏啦 大家是否看中了哪款游戏呢 小编个人这次好难选择自己期待的游戏啊 因为有太多小编喜欢的作品了 硬是要选的话 小编最期待的还是鬼灭之刃吧 因为有小编最喜欢的炼狱凶啊 其实还有很多游戏小编没有说到 如果你知道的话就留言告诉我们吧 OK那喜欢我们的月报系列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玩游戏的YouTube频道哦 我是YJ 我们下次见 Bye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